图片上就是近日央时曝光的中国新式步枪,这款步枪一改95式无托设计,采用7.62毫米口径子弹,先进的皮卡听你导鬼,以及ACOX瞄准具,改枪具有11个模块,可以在国际上三种流行口径步枪之间随意切换,还可以安装榴弹发射器,火力大大增强,适应各种作战环境。 另外土黄色的涂装更具国际法,这比老师的95式好的太多了。 95式的无托设计,枪身缩短,士兵在瞄准的时候脸部不得不靠近枪身,这使得步枪射击后,产生的火压直接影响到脸部,5.8毫米口径子弹威力小,适合城市作战不适合野外或者山地作战, 并且95式安装上光线瞄准特别别扭,战士要伸长脖子,才可以瞄准射击,瞄准的火线高度过高,导致射击精度不准。 所以自95式步枪自服役以来,一直饱受议论,去年八铁更换50万支新步枪来取代中国的老师56式步枪,中国的95式连预选都没进去。 网友很骂们,为什么八铁不继续选择中国的95式,或者其他中国新式步枪呢? 原因很简单,那就是中国的95家族满足不了八铁的需要。 好多老兵念念不忘八十一杠,此次央视曝光这款步枪,表明解放军可能正在考虑并寻找95式的替代型步枪。 毕竟95式步枪服役了二十年,当年的思想是完全满足不了现代战争的需求。 但这款步枪可以取代95式吗? 到时间内显然也是不可能的。 但是可以想量装备部队,不断改进,枪身涂装备土黄色,也是为了出口的需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